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你厂子啊 你的中农卫石车是什么呢 就是类似一个车一样 人坐在上面 这个车右手边有一根管子 然后我们的电脑控制 完了按照定量能把这个资料打出来 这个就是卫石车呗 这是我们的一部分产品 这好啊 这个机器整个是全液压的 全液压 就是行走 还有分料 转向 全是液压的 你觉得这个产品最厉害的地方在哪个地方 就是节省人力 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这里面是一个分料的机构 分料的一个分料泵 完了行走部分是液压的 转向都是液压的 转向都是液压的 发动机 这是发动机 发动机在下面 发动机在这 这是发动机 发动机 我们产品都是主要领域线都是进口的 这些呢 这是分料泵 分料 行走是两个液压马达 液压马达 整个它行走是 不是变速箱了 是液压马达驱动 这些驱动工资的 完了发动机带动的液压系统 带动液压系统 给各个系统供油 完了行走的给这两个马达供油 然后通过一些阀来控制 完了转向也是 还有转向行走分料 这也是液压驱动 也是液压驱动 是全液压驱动的 目前在国内的大型养殖场 我们的这个 应该是基本上都是我们的 这种 垄断了是吧 基本上都是我们的产品 这个机器呢 还先进在哪呢 整个机器的智能化控制 是一个PRC控制的 对这个饲料的投放量 是可以设置的 设置器 你看 我为了哪个龙 为了多少个 我们整机功了多长时间 为了设定的饲料量 就是现在现阶段 为了饲料量是多少 都能显示 这是我们很通用的界面 有8种饲料量 这种饲料量是可以设置的 可以设置的 比如说你可以选2 选2到时候我们回到这个界面 你看 100毫升 100毫升 选1 550毫升 是这样的 完了 整个你要打到自动状态的话 只要你的踏板 踏在踏板上 分料踏板上 完了机器会间隔一定的时间 是你设定的时间 然后给我们饲料 这是比如说自动 自动它有一个从这个笼子到那个笼子 间隔的时间 好 你附近有没有养 就是养皮毛 有 我们可以 要不我们直接开车过去看一下 这个养殖场我也从来没来过 你也没来过 没来过 新老板 新老板 我第一次来 远总你好 这是远总 我们看你用它的车咋样 这是那个 哦 这威士忌呗 这就是你发的这东西呗 对 哦 这是哪一年买的 这是15年8月份 这是第二胎了 第二胎 13年 12年3月份买了一胎 你还把它扩大规模不太够用嘛 然后就整了一个 多少钱买的 这个44,800 44,800 对 现在回来了没 成本的 现在早就回来了 一年就回来了 一年就回来了 对啊 那我们要不试试一下 看你这个车的效率到底怎么样 好嘞 哇 它是这么 你是专门针对这个来位的是吧 真的这样子发明的 真的这样子发明的 这个有点意思啊 啊 就这么喂食啊 对啊 哦 这样子 这还是第一次见了 啊 啊 它现在就是一开吃一动 对对对对 哦 哦 这个机器的速度那是相当快啊 对 这样走过来 嗯 多少秒啊 估计 零级算多分 零点 我用的是 零点三秒一颗钓 啊零点三秒一个钓 零点三秒 零点零点三秒 这等一秒 只可以为三个 零点三秒啊 对对对 我们走进啊 怎么样有啥感想啊 挺高兴的 挺高兴的啊 挺高兴的啊 这个喂食鸡 这种喂食鸡 主要是针对这种皮毛类的动物 如果呢 对吹总这个发明感兴趣的 你可以点个赞 如果说呢 对这个发明觉得还有什么想法和意见的 你可以在我们的上面留下评论啊 然后呢 如果想要吹一种的电话的 你可以联系我们发明米南部 百度一下就可以了啊 然后我们会把吹总的电话号码告诉你 好不好 啊 下面呢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发明 也是吹总的啊 它是那个果圆培 果圆的 素肥鸡 啊 原理呢 跟这个呢 它完全不一样 这个呢是喂食的 那个是呢 是肥的啊 好